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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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的Day1 應該會持續到我們這邊的時間應該會到晚上的10點12點 10點左右 大概是中國時間的凌晨4點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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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槍口位 Sang Greenwood 卡到了一手A勾 加住了2.5個大毛 那John Geronda在Button 那King Queen也是一個可以跟住的一個騎士範圍 大毛也選擇跟住 三加底持 那由我們 排騎士排力最弱的Ivan Leo 擊中了頂隊 那 Sang Greenwood在一個三人底持的話 這邊也不太適合選擇下注 那這個機會落到John Geronda手上 那依他的起始的跟住範圍 其實他 這邊其實他是有一些可以選擇下注的一個動機 所以他這邊選擇了一個下注 試著要搶下這個底持 那他也打的並沒有很大 他在18000的底持裡面下注了8000 如果轉牌開出一些大一點的牌 譬如說開出一個10JQK 10以上的牌 他應該就會繼續打了 可是我相信如果開出這張三 對於整個結構沒有改變的話 他不會去來偷Ivan Leo 因為畢竟Ivan Leo選擇了缺扣這個flop 那其實在沒有影響整個結構狀況之下 他很有可能繼續跟 所以這個KH應該放棄Bluff 對 然後運氣不錯 在合牌擊中了一個頂隊 那我覺得這邊是一個可以價值下注 我覺得可以下個2萬 然後他下了18000 差不多可以下個2萬左右的Value Bank 他現在也是在擔心River的這張圈 是不是給了對手反招的機會 選擇的蓋牌 Good fall 打得非常好 Ivan Leo Good fall 打得非常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Good fall You play perfect You play perfect You call when you have the best hand 對 講得非常的正確 那我們這邊 微博的聊天室 有人問阿童 你在EPT的主賽拿下亞軍的比賽中 如何制定前期中後期 以及FT跟HU的策略呢 從緊到鬆啊 從緊到鬆 第一的時候打得非常緊啊 槍口會 因為第一是八人桌嘛 槍口會開的 只要不是特別浪的鬆手 槍口會開的 我在庄位拿 我在CO位拿到A10雜射 甚至A勾雜射 我都會蓋給他 A勾尾我會蓋給一些緊手 直接蓋 不會去call都不會call 然後打得非常非常緊 主要在前三天都是打Value為主 我還蓋掉過 在危險的面蓋掉過兩個set 然後打到D4開始就 我發現Money招牌越來越大的時候 大家會打得比較緊一點 就是有一些技術上的變形 那我就越來越鬆 打到最後Final2的時候 我有籌碼優勢 我就幾乎是浪鬆了就是 就是因為我對其他人 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ICM的壓力 就是可以給 就是我cover所有人 那我就瘋狂地去剝削 可能會 我在D1的時候 幾乎在前置位沒有Dunk我 都是Check 再大的牌都是Check 只有Check,Call,Check,Fall 和Check,Race三個選項 但我在幾乎在最後一天的時候 只有Dunk 你不打我就打 你打我就Race 你Race我推你All-in 如果你沒牌 就感覺 這真的很兇 要針對嗎 因為那個時候也有點就是 怎麼說呢 就沒有太多的去關注那個Money Jump 沒有在以前 因為我看來好多人都在 就是特別到FD的時候 很多人在以前 那我就去瘋狂地剝削你 你越是看屏幕 你放下一切 就會獲得最好的一個方法 但是 單挑的時候的確排路也蠻差 打的也不夠好 那個 主要是那個Time Bank是用完了 之前有一首 KK對抗對手兩隊的時候 用光了所有的思考時間 導致沒有足夠的時間去遊戲 一個單挑 還蠻後悔的 喔這裡是拿到了 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大的底池 我們的Ivan Leo 擊中了一個順子 那底池已經有十萬了 可是我們的Sand Greenwood 有點 尷尬 這把牌 這張S其實對Sand Greenwood 也沒有說來得很好 因為對方假設是S King 他可能也是輸了 因為畢竟他在勾的兩隊是用不到了 對 那 而且對手在前置位是選擇了過牌 在這樣的一個面 他哪怕打出去喔 對手沒有東西也是可以做一個過牌加注 因為有很多 有很多過牌加注的組合 他選擇了穩妥的過牌 沒有中招啊 那這邊我覺得Ivan Leo 應該就是個Value的Owin 在一個十萬零八千的底池 那這一把其實其實在翻牌 還是選擇過牌的 這把翻牌前Ivan Leo 是一個比較激進的在小嗎 選擇一個Limper Race 用一個Case 然後在這個面上真的是 真的是算是 看得蠻好的 可是這個River沒有Owin 倒是我比較驚訝一點 但他在這裡選擇過牌啦 過牌的時候 果然因為他要打喔 他是要打喔 可能在打了之後就蓋不掉了 他現在已經 底池已經十萬了 他只要敢打就蓋不掉了 他現在在想 對手是 有什麼範圍 他現在就是要想啦 現在就要決定到底他大不大了 對阿 我覺得可能會Check吧 因為我覺得這邊S 沒辦法Value到對手的一些什麼牌吧 如果這邊他在IPAJ 我覺得不太適合下組 打Check 哇打得非常非常好 哇超級好的一個Check 這把他只Limper Race欸 這把River沒有Owin 也是稍微有點可惜一點 對手 對手 如果他順著Olin的話 這裡 Sam Green你覺得會接嗎 我覺得也難說 難說 也難說 就讓他繼續蓋牌 Pocket Nice IvanRio 瑞士2.5個大盲 在Cardove的位置 Cardove就是Button的右手邊的一個位置 那中文的翻譯人是說是關煞尾 對關煞尾 為什麼叫關煞尾 因為 因為 我也不知道 哈哈 有啦有看翻譯的講關煞尾 他是說 把他 把那個 就怎麼說那去 直接翻譯是不是 呃 也不是啦 就關煞 是一個 應該是一個異議吧 嗯哼 有點像是把那個 把後置位 從雙位開始的幾個人是給殺住 OK 那在這個翻牌 三位玩家都過牌 那其實這邊 因為有一個蠻不錯的雙頭 順在翻牌 還有一個 那我覺得在完全沒有人下座中央之下 我覺得這邊是一個很適合 主動跳出來打 因為畢竟只有K 還開不了牌 對 那如果選擇缺扣的話 選擇過牌跟錯的話 其實在 呃 合牌的時候其實也沒有什麼主動權 對 我覺得這邊是打 轉牌 打 合牌 連打兩發的一個 他直接打了一個滿持 對打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打兩發的一個 一個 一個結構 一個雙頭買順 加 第二大花 後門花抽牌 再加上形象 好 對手應該 這兩個對手應該都很難摳了 然後我們的Ivan Leo 他有一張紅心9 有卡一個 下順跟卡一個 上面做中順 不太好摳了在這裡 因為發展面太低了 對 可是因為 他籌碼多 對 然後 籌碼多的人通常會冒更多的風險 所以他很有可能會跟 可是 就像你講的 不容易啦 就是不好跟 發展面太低了 對 可是因為如果現在籌碼很健康 這些他也很有可能會去跟 那我覺得 林俊遠這邊開不了牌 可是他有很不錯的blocker 對 只是他的位置比較尷尬 就是他的位置 他不太會有九溝啦 可是我覺得這邊 應該要選擇在一個bluff 我覺得是一個四萬左右的下注 因為他很有可能在這邊 會有兩張紅心的組合 畢竟紅心可以在他手上 對 代表說他有 K溝紅心 然後 他還有什麼紅心 K溝紅心一個吧 好多紅心 其實還好耶 他的AX紅心不夠 因為他沒有紅心A在手上 那我覺得這邊 有一些順子 九溝 有擋一些順子的組合啦 可是我覺得這邊 這邊 硬要偷是要打一下 兩萬九 畢竟開不了牌 還不錯這個珠瑪 因為這裡如果是value bet 也差不多是這個珠瑪 一對九是很艱難啦 然後他就轉牌 我覺得這一把牌齁 這個River其實 我反推了一下他的範圍 我覺得 如果上面不是紅心Q 是紅心8 或不是紅心死 是紅心8 他應該會有更多好的起司手牌 蛤? Bloof KINGQ 我知道你是Bloof 我知道你是Bloof 我拿狗仔 火擊狗 火擊狗 我還要哭 彈節吧 燈...燈...燈蓋啊 嗯? 燈蓋 燈我打算是Race狗你了 我打算不走啊 我打算不走啊 我非常欣賞這樣的性格 Soyza的人真的是蠻不錯的 Raliga拿到了ACES 好選擇2.5個大盲的家族 一臉輕鬆 那我們的MichaelSoyza這邊 他的籌碼是... 12萬8 選擇一個跟組 我們從面向上是完全看不出來 我們的... LL是已經拿到了這麼強的牌 那其實在這種狀況之下 如果MichaelSoyza籌碼再多一點 我相信Raliga其實有可能會做一個check 因為在這個結構上面 其實對ACES並不是很有利 他會想要做一個控制 還是選擇check 還是選擇check 那如果Soyza少一點 那應該就會... 就會選擇下阻 對 小一點的話就是 爭取在三槍裡面 把對手的擊中打光了 那EGA MichaelSoyza的一些做法 他很有可能在轉牌會主動下阻 對 打了1萬 跟剛剛的狀況其實是蠻類似的 在1萬5的提示下注1萬 對 那Laliga我覺得他在這邊想的是Race還是選擇跟住呢 跟住 繼續埋伏 對 因為他這裡如果Race的話 推手其實 哇 太大了這個牌 太大了 對 這個牌就有點太大了 那張S其實就對我們的Michael是覺得蠻不利的 可是其實 因為對手其實有一些A勾啊 A圈啊 什麼的 所以其實對手其實這邊還是有一些大牌 他這裡其實都不太想看到張A 對 他本來如果TEN上就轉牌的一CALL 然後合牌如果出了不相干的BLANK的話 對手Soyza可能會繼續跳出來打一球 或者說至少也是個CHECK CALL 是的 對 然後這裡A出來之後 Soyza有可能會有機會蓋給他的 那我覺得他這邊應該會下一個比較重的組 對 扮演一個BLUFF 應該會是一個3萬5個一個滿PAP 對 3萬5千5的滿PAP 一個3萬5千5的滿PAP 因為其實MichaelSoyza手裡還是有一些兩隊的組合 是有可能會做支付的 而且我們剛剛也看過 Rolic其實有做過蠻多的 偷機蠻多的炸虎 所以其實他也是希望對手有兩隊 希望這邊可以獲得支付 他的K9這裡就只能拿來抓自己 對啊 可是蠻難跟的 蠻難跟的 他手裡的牌就比對手想像的要小一點 那Rolic也是打得非常的穩啊 那Rolic也是打得非常的穩啊 他選擇了跟住 結果看到了對手這麼大的牌 因為其實在轉牌的時候 在翻牌的時候 翻牌首先我們的Rolic其實並沒有選擇 做一個下注選擇一個慢打他的ASSES 然後在轉牌的時候他也只有跟住而已 那其實在 如果對於Michael看到他的解讀 他其實手上會有一些 圈K啊 goldK啊 有一些 可能是上面買卡順的一些組合 miss 那這張A對他來說 也是一個很適合來偷擊的block card 所以結合這種種原因 我相信因為這些東西 而導致Michael 選擇了抓 來抓這個River 也是蠻需要Poly去抓這個 也是蠻需要Poly去抓這個 蓋牌到莊衛的五哥 我們的Rolic是拿到了K7同色 在這樣子一個馬亮情況下 一個加注 K7同花 那Bandias Kuski這個A4同花是不會蓋牌的 2.5BB的加注 我覺得有可能會選擇一個3B 也有可能會選擇一個跟注 我覺得3B也不會說不好 那我覺得如果3B的話 應該是一個25000左右的尺寸 選擇Core Core也是沒有問題 這邊用跟的用3B的 那選擇3B 那真的是3B 我剛剛以為是跟注 會只拿一顆出來 對 那我覺得這邊你要跟注 你要做3B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A4是領先 Button的開牌的一個範圍 那我覺得這邊做一個3B 就像我剛剛講 大概4倍左右 所以我剛剛是覺得大概25000 所以Size其實差不多 那我覺得用跟的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沒毛病 面對這樣子一個3B 選擇繼續去捏持 其實後來發現其實蠻多的PokerPlayer 去抵抗一些KX的童話 其實蠻多的 現在他又把自己武裝起來了 兩個人都武裝起來了 對 那Chris Burkerton 其實這個Flop在來說 非常非常好 完美 在3B這種再加注的底次 看到了自己的花色 是非常非常棒 而且加上還有一個後門順 還有一張High Card 那整體來說 他的排力算是蠻強的 那Bandakuski被抵抗3B的話 其實在這個結構上面 呃 他可以試著做小的一個CB 可能是 兩萬吧 我覺得兩萬差不多吧 那如果 6000 蛤? 我有聽錯嗎 6000 他下注1 10分之1 好 我剛剛聽了6000 我聽了6000 他打了一個 5萬2超大 超級大 哇 這個跟我的 這個是我完全沒有想到的一個賽事 那這裡 那這裡 可能 Vokerton會怎麼選擇呢 他這裡 想要打光的話就 面對一個滿持下注喔 因為 什麼牌能打滿持 我覺得 這個是不可能蓋牌的啦 對 只是他在想是要跟還是要all in吧 對 這裡我覺得他 有可能大概率會選擇all in 這裡 我覺得還是可以跟藍 因為後手還有20萬嘛 因為底次只有10萬嘛 所以我覺得這邊扣我覺得是OK的 只是如果 轉排 如果有一張三一張七一張草化的話 我覺得 我們的 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 Fish2013 很有可能就可以直接all in 對 那這裡 很難受 一張五 那這裡開不出第二槍了 我感覺 蠻難的 因為他完全沒有中 他這裡是開不出第二槍了 16萬的底次 他後手只有19萬 他一定不知道 他這裡雖然 他不知道自己領先吧 對 他這裡一定是覺得自己落後的 他這裡是 一定是完完全覺得自己落後的 但是 實際上他是領先的 7000 哇 再開一下 好兇啊 好兇 真的很兇 那我們的 有可能在那邊選擇放棄喔 表現得像是自己套齒了 兩個人都把自己的脖子包裝得很好 好兇啊 真的好兇啊 這個 又打了一個半吃不到 但這裡 這個3B底吃的半吃不到 而且是轉排的 哇 哇 這個Ribbon你覺得還打得出來嗎 Ribbon肯定打不出來 這打不動了根本 但這裡 摩克森可能過度支付 好 好 這邊我們 Ribbon肯定打不出來 是贏了 可是 這 這就很尷尬啦 超額Value 等於是 可是如果他選擇一個 Check的話 我們的Mergerson 是不是要O-In呢 很難開出來了 因為這邊如果假設 我覺得 我是Ribbon肯定打不出來 我S-Queen 我還是會選擇Value All In 對 Value All In 所以當他Check的話 Mergerson是不是要試著來偷這個底次 對 那也沒有辦法了 因為 他的K-High其實 好難秀啊 他K-High秀不出來 那現在有30萬的底次 好難秀啊 這個K-High 我覺得他大概率這裡要O-0 哇 這一把現在底次已經有30萬了 對 一百過多個大忙 這裡任何一個放棄的 回去看 回放音會覺得非常後悔 因為Ribbon就是一個 看誰膽大的遊戲了 我覺得Value All In 應該會O-In 應該是O-0了 沒有O-In贏不了 開不了牌 我們來看看 因為他現在其實扮演的 他的牌的強度很強很強的 嗯 在一個3B底次 這樣子一個面 冷跟兩條 對 果然是選擇O-0 選擇O-0 那這裡是真的基本上是摳不動了 那我怎麼可能是整個連 剛剛原本只有擋到下巴爾一下 他整個連底次都蓋起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喜歡這件衣服 那因為這是一個3B的底次 所以他現在其實手上沒有任何紅心 他在想Vergus這邊有一些什麼 可以bluff的一個範圍 因為假設有一些7-8紅心啊 7-9紅心啊 有一些combo做的紅心啊 7-8紅心會不會在炭上直接推掉 我覺得不會吧 因為畢竟是一個 因為推掉對方 有牌還是會哽啊 所以可能就邊買吧 打掉他手裡是一些牌的 氣牌綠龍 哇 這個 可能現在裡面死錢非常非常的多 太大了 這個泡太大了 這個泡太大了 現在 我們的Vendia Kupski 在想說有沒有一個call for Trump的機會 因為其實現在對手鐵支 就是金剛的機率也不是這麼高 因為畢竟5-5-5-6-6-6都開出來了 所以對手這邊如果假設要all in的話 一定要有一個很 對手要all in 他要all in什麼 假設對手是個Q好了 是個QK他會all in嗎 也不一定會推得出來 QK推不出來 就是可能QK會選擇showdown 你的AQ也有可能會選擇showdown 因為你可能不一定會 會不會一直是操隊呢 所以其實他這邊 重點就是因為 他這邊能推出all in的牌 其實也沒有這麼多可以推出來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Bendia Kupski他相信 他自己也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能推出來的牌 並不這麼的多 他知道對手範圍裡面的確有很多的bluff 但是 冷跟兩條街 因為他冷跟兩條街的話 其實 如果在合牌他先打呢 對 而且 而且在這種狀況之下 在這種狀況之下 其實 還有一點就是 Vergason他冷跟兩條街 很多人會在疊牌的狀況之下 放棄買花 對 所以有可能會有這個因素 所以他現在在A還在想說 要不要來抓這個bluff 這把抓就真的是厲害 有些時候 就是你明明感覺到對手 以後在bluff 但是你的牌底就是不夠抓 就很 其實他也沒有到不夠抓 不夠強 不夠強 是不夠強 因為其實照理說 在這個Rever 你只有一張Q是 還是放掉 還是放掉了 還是放棄了 鬆了一口氣 對 還是放掉了 他要開牌嗎 沒有開 沒有開 回去看錄像他應該會很 很難受 Vergason這一把也算是心臟很大 好 這裡傑森共識拿到了一手 很強的AA 面對 槍口位的開持有兩家跟住的情況下 底是兩萬八 差不多也是可以打到一個兩萬八 三萬左右 好打了一個更重 直接打了一個三萬八 啊是兩萬八 是兩萬八 好我聽錯了 一個滿吃的下豬 不帶好根 啊 這裡是槍口位的Avalon是選擇了一個反擊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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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可惜的是我們從上第一視角已經可以看到 這裡傑森共識拿到一手那子牌 如果打得明朗一點 直接一點 那麼這裡應該是一個ALL IN了 如果想要慢打 去留住對手範圍裡面一定的 這個BLUFF組合的話 這裡可能是會選擇CALL 選擇了跟住 我們的Avalon是現在是有點難受 非常的難受 非常的難受 這個4B 被跟住 非常的難受 好 一個三分之一的下 哦 不是 是一個 他下的是 六十 六十五千還是 一百三十千呢 好像屏幕顯示有點錯誤 因為我聽到他說的是 65 而且好像拿的籌碼也是六萬五千 好 選擇了跟住 果然是跟住六萬五千 那這裡在右手邊 槍口位的 數據是顯示錯誤 這裡我們的Avalon應該是 心裡要有警覺了 對手在翻前 對手在翻前 跟住了 4BAT 在FLOPIO進行了一次 過牌跟住 在FLOPIO進行了一次 過牌跟住 繼續下注 下的非常的小 下的非常的小 他選擇Olin 那對手是只能蓋牌了 沒有任何的辦法 Avalon可能是 之前的一手 牌 遭到重創之後 心態上 稍微有一點不穩 不過的確是 在這樣子一個開持 兩家跟住的底池 傑森空這裡是會有很多的一些 bluff的range 去做一個3BAT擠壓 去搶底池裡面的翻前的死前 但是在他繼續4BAT之後 傑森空的根處 就已經非常的顯示牌力了 在第二條街 35000的下注 依然沒有拿下底池 那麼這裡只能 遺憾地放棄 那這個Pofa 我們鏡頭上這名玩家 除了他是我們傳奇 扑克的老闆以外 那他同時也自己有創了一個品牌 叫做Pofa Poker 那在這個 他在學習扑克的期間 他也讓自己的成績越來越好 然後我們這邊 Michael Soyza 有一個A8童話 那大概是20個大盲左右 他選擇了使用跟注 這邊如果Michael Soyza 選擇直接O-In的話 其實我不會覺得太驚訝 當然正常來說 我們9人桌的時候 你不可能小忙拿一個A8童話 去3B O-In UTG 那可是A8童話去O-In 還是有一點點不夠強 我覺得這邊是A9童話以上 A10OFF 就是大概前10%的牌會比較適合 因為像這種6人桌 UTG就是FISH2013的那個位置 Bendia Kuski這個人 他Open的一個範圍 照理說應該合理的範圍 20到25之間 所以我這邊O-In的話 我只會用前10% A8童話 接近10% 還不到10% A9童話就10%了 所以我覺得MICOSWIZA這邊 要O-In的範圍 應該是A9童話以上 A10OFF 以上 然後可能是 55以上的對子 然後我們的Bendia Kuski 選擇了一個持續的下組 然後我們的陳中英在Button 抵抗了他的第二大對子 而我們的MICOSWIZA 也在小盲 選擇一個跟組 因為他有一個卡順 還有一個後門花的機會 還有一張OVERCARD 所以他這邊有一個卡順 所以他這邊有一個卡順 先選擇跟組 雖然他籌碼稍微少了一點 可是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那轉排 Bendia Kuski 帶這個三人底池 覺得他配的也許 並不是這麼的 夠大 所以他選擇來控制底池 那他這個Check 並不會選擇蓋牌 他應該是選擇 控尺 讓底池不要太大 試著可以跟組之後 在和牌Check 可以看到簡單的 修檔 好 現在底池已經有到15萬 那陳中英 應該我覺得他這邊 不會選擇下注 因為他的11隊 其實如果對手 是在買順的狀況之下 他11隊已經有開牌的價值 應該是可以直接 修檔開牌 而不用下注 他選擇下注 一個5萬再15萬的底池 用一個第二大的對比 這個我覺得比較驚訝一點 那 Bendia Kuski 這邊一定是會跟的啦 只是他可能覺得有點奇怪說 為什麼這邊會下注 他就是蠻驚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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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EP STACK I think the edge is very high DEEP STACK 可是這個一定是會支付的啦 這個 覺得有點奇怪 可是還是會跟一下 KING JA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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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順利的收下禮時 NIT ROLL THE POOR GUY NIT ROLL THE POOR GUY NIT ROLL THE POOR GUY KING JACK 拿我們的陳中英 變成我們桌上的短馬 呵呵呵 Eric Sardell,我們的老將 拿到Pocket Sevens 在Hijack選擇加注到 一萬三 好,我們的Ivan Leo 有一個不錯的結構牌 80銅花 在小芒選擇了一個根柱 那我們的Suntimer 在這邊 大芒應該也是有選擇抵抗 在大芒基本上有兩張銅花 都是一個可以抵抗 2BB到2.5BB的家族 好,底池來到了45,000 9,勾圈 我們的Ivan Leo 擊中了一個Straight 順子 那我們的Suntimer 這邊有一個雙頭順人機會 那Eric Sardell應該知道自己是落後的 在這種三人底池的狀況之下 七七是不會去偷的 那釣出這張勾 其實讓Ivan Leo的牌 變弱了 那當然他牌是最大啦 我說弱也不是說真的變很弱 他應該要主動來下注 在沒位置的狀況之下 在45,000的底池下注了15,000 那我們的Suntimer 在這邊也沒有選擇想要去做抵抗 畢竟在這邊買雙頭順 買到了也不一定對手會付錢 選擇直接蓋牌 那我們的Suntimer 在這邊有Pocket Seven 是有什麼想法嗎 選擇了跟住 River跳一張Jack 這張最 對Ivan Leo 是最不想看到的牌 因為他的順子變成 變成 只要對手任何的對值 他就輸了 所以我們Erik Sardell這邊的Pocket Seven 變成了一個Full House Ivan Leo應該會有點上頭 這個牌 這真的是有點慘 這個是上頭 他也是只能苦笑 啊 看到了我的偶像 Erik Sardell 殺場老將 在場 論經驗來說也只有John Gwanda 只能跟他一較高下 John Gwanda現在大概剩下40個大王左右 對 John Gwanda是不知不覺中 積累了非常多的籌碼 有100多個大王 那這個Case Off呢 有可能是會選擇一個在忙住的平跟 好 他裝位跟 跟了之後 小盲位 八九 雜色 也選擇跟住 那這裡大盲位的五六同色是 已經是幾乎是百分之一百的一個call 對啊 太完美了這個 這個賠率 便宜可以看到 這種牌就很喜歡 後手又夠多 這種牌就很喜歡去 進入這種大的底池 一旦擊中這些什麼東西 就很厲害了 好我們就看John Gwanda 會不會Check他的S呢 因為畢竟這是多人底池 那就在很乾的結構上面 可能還會是會考慮打吧 四加底池 還是會打一下 打個兩萬吧 兩萬五 或是一萬五到兩萬 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沒有打到兩萬五 打一個一萬五 四分之一 對他其實就是為了保護 純粹是為了保護他的 一對A 因為他這個牌 說強不強 說弱也不弱了 所以他後門花嘛 對比較尷尬 那這裡的AV6是 用一個中隊去防守 四加底池 用中隊去防守 因為他打得便宜嘛 所以跟一下 那掉了一張 紅心2 我覺得 會是一個Check在後面的 他可以免費的看紅心 而且他這邊打的話 其實2的Range 在AV6裡面其實也是有 我覺得要Check也是OK的 那可是看起來 JongJong大好像是想要下注 在92的底池下注2萬6 繼續打小注 那Ivan Leo會在這邊放棄嗎 應該不太會喔 那我們看一下River 是一張黑桃圈 是一張黑桃圈 那我們JongJong大在這邊 會選擇下注嗎 因為對手有A的話 你照理說會平均 或者是他不想讓對手輕鬆的更 對 應該這裡還是可以下注的 應該這裡還是可以下注的 因為對手這裡 如果是選擇 如果是有比他大的牌的話 沒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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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合牌去反注中下注 不過其實講道理 他也得不到任何支付了 對啊 因為在這樣這個面上 對手也很難支付 對很難去用一些牌去 因為你畢竟是打了兩槍的搏架子 打兩個小注 這裡的破發是拿到了一手X-King 30個大忙 加入到了一萬三 我的Leon非常的鬆 拿一個3-5銅花 在小忙選擇跟組 所以Soisa在大忙尾 要選擇用A8打四選擇跟注 中A或中8的話 他可能就會當被O-1 或是有任何的三張梅花 他都直接O-1 喔 雙頭順 可是下面的雙頭順 沒那麼漂亮 也還算可以了 可是他籌碼真的剩太少了 那我們的Pofar在這邊選擇了Check 然後我們的Leon中了一對三 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領先吧 那我們的Michael Soisa在大家都Check的狀況之下 他這邊會來選擇偷嗎 還是選擇Check Pofar選擇Check C Hamilton Leon有一對三 選擇Check Michael 你的唯一偷下底辰機會應該就是現在 沒有 沒有 沒有人打 三五獲勝 transient 是好嗎 因為你很可怕 我是在 中看牌的方式就算是 這獨到欸 非常隨興 非常隨興 Michael Soyza all in 6BB K10同色 這算是不錯的騎士手牌 應該是前百分之二十 啊一個 對 Pucky Jax 非常強 那我們還是要為我們的亞洲第一加油 希望我們的Michael Soyza 能在這一把有一個翻倍的機會 去年的亞洲第一 現在的好像還是第一 現在不是小P嗎 今年算是小P 可是總成績還是Michael Soyza第一 今年的POI目前 APOI目前還是小P牢牢的佔據著領先的位置 對 我們所謂的小P也是 林承 呃 陳彥翰 對 我剛剛想說林承岸 林承岸是我啦 我剛剛想就是高範 我是小P的土屁 因為我想說 林承岸的師父 陳彥翰 然後剛剛卡住了一下 那 陳彥翰也最近 呃 也在上禮拜在歐洲的比賽 呃 呃 後面有一場也是打到了 呃 打到了兩個Final Table 對 有一個打到第三名 非常穩定的成績 而且他打的比賽非常的多啊 就是 有什麼打什麼 就是他會連那種 三百三的比賽都會去參加 那一萬的比賽也會去參加 也會打 他是算是我覺得 非常有意志力 然後非常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的一個 很有紀律的Poker Prayer 所以呢 身為他的大弟子 算是很有榮幸 對 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師父在教我打牌 他一年打三千五百個小時牌的傳說 我還是 呃 聞著動容 感覺 莉莉在目 這裡傑森康拿到一首 Pocket Queens 誒 這裡 Ivan Leo實在修 Ivan Leo 哇 這把有意思 這把 Ivan Leo 是想要來弄一波吧 結果 Satero這邊應該 只有四十個大忙 應該做一個擠壓 十個大忙左右吧 應該會到八萬 八萬五到九萬 而且因為 同時是因為前支揮已經有加住和跟住 所以顯得他這個擠壓很像是在 在 一個拿邊緣牌一個Squiz的擠壓 選擇好像是選擇他慢打 好選擇跟住 對 選擇慢打 那我們的Ivan Leo只有三十六萬 他會選擇跟這九萬的柱馬嗎 跟不了吧 很難跟欸 對太難跟了 哇 哇 好兇 看一下Flop會不會有一些精彩的事情發生 那如果八五爬 所以很圈圈可以打走 我就厲害了 什麼 Q Q Q G8 Q Q9 3張 supuesto 哇 哇 Javat 這個 slight 這個輸贏了 Ivan Leo如果玩這個牌進去 在一個286的底池 跟他籌碼是1比1的狀況之間 Ivan Leo一定會跟他們幹爆 一定是打完 這個賠率一定是完全夠 太划算了 他仿佛是已經看到了flop一樣 這個牌仿佛是已經看到了flop的神仙 在286,Satel選擇下注了11萬 那現在底池太肥了40萬 先蓋掉這邊嗎 Satel也蓋不掉了 那傑森庫選擇跟住 Ivan Leo就all in Satel all in 反而讓傑森庫逃掉了 會不會 我覺得傑森庫這裡會跟嗎 我覺得會扣 不是我是說是跟還是加注呢 我覺得可能是會扣 你看他的後手 選擇了跟住 還是選擇跟住 那這裡的話逃不掉了 Ivan Le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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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an Leo這裡是一定會選擇 直接 直接all in進場了 all in all in 那Satel就覺得 唉沒有辦法 那Satel不可能蓋掉了 當然不可能蓋掉 可是他們心裡會想說 在這種狀況下被跟 一定是三條 可是不可能蓋掉KK 就是他還是會上 因為的確那邊很像三條 誰會想到這邊有五把 還是有一些紅桃X-King X-King早就打起來了 Ivan Leo是第一個caller 然後再扣兩家的 這個 我覺得不太會 有 這什麼牌是能冷caller 好 還是跟住耶 跟住啊 所以我覺得這邊反而就讓 那個傑森庫逃掉了 他應該也是一個跟住拳下來 因為 他是好像被cover的 來看一下 傑森庫我覺得他 因為這樣子而逃掉嗎 現在應該是傑森 現在應該是傑森庫的主角 也不好說 可是他丟太多籌碼了 對 丟太多 因為傑森庫的後面也是很少 應該是要摳的 應該是要摳的 因為 實在是 這個賠率太好了 賠率太好了 好 我們現在來看我們這一個 轉牌 三家打光 會不會掉一張 Diamond 讓這個 讓這把牌變得更好看 No Diamonds 哈哈哈哈 No Diamonds 馬上傑森庫說 No Diamonds 我們來看一下轉牌 發慢一點 這樣比較刺激 好像不是傑森庫說的 是 是 其實你看他的勝率有百分之三十六 太划算 這把 中了一張 Triple了一次 那這一把牌 讓Style的籌碼變成了一百萬 Triple Up 非常的深 一百萬的籌碼 對 這是 的 我們要在那裡 來 我們要來